文章1984年出身陕西省西安市 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 2006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2004年文章就凭借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和《奋斗》两部剧在娱乐圈已经小有名气了 随后出演《雪豹》《冷婚时代》《失恋33天》等经验作品 并获得很多大奖 之后赵星驰导演的西游强谋片 在一定程度上是选择文章来适应自己所要适应的角色 这是赵星驰对文章的认可 然而文章并没有让他失望 而是以15亿票帮来证明自己 同时文章也得到了众多观众的认可 其实文章能够有如今的成就 绝对离不开李连杰的力捧 李连杰和文章合作电影《海洋天堂》 在拍戏的时候李连杰对文章就很欣赏 杀青之后还将文章设为自己的干儿子 甚至李连杰还在博尔侦探中甘愿做文章的配角 由此可见李连杰对文章的重视程度 为了力捧文章 李连杰甚至直言 他要是不打头牌的话我就不拍 他的名字如果不在前面 我就不参加宣传 有这样的干爹给自己撑腰的话 文章也是一路顺风顺水 堪称前途无量 而他主演的各种电影和电视剧 十分有体力感 更有人觉得他会是下一个中阳级影帝 当然他也被许多人寄予厚望 但是事有愿违的是 文章在《马伊丽华尔胎》的时候 出轨了演员姚迪 此时一出更让文章一夜之间名誉扫地 在出轨之外 很多人开始质疑他的演技 更让他难以在娱乐圈继续顺风顺水 即便如此 文章却没有以一个断舍离的态度 来面对媒体和大众 毕竟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却带来了如此负面的影响 当然除此之外 文章更是到微博大骂脏话 也让许多人游路转黑 当然蝴蝶笑应远非如此 同样影响了文章的婚姻和事业 但他逐渐在娱乐圈被边缘化 除了近几年的上帅之外 文章便没有接过相应的影视剧 蝴蝶笑在观众面前现身 而后更有网友指出 他所饰演的角色 更是一个特性过于张扬 其实就本人来说 文章的演技还是有的 就是需要更多的角色历练 希望他可以重回大众事业 变得更加自信和成熟